把人民的鬍子當作最重要的事情來思考的事 其實跟中央地方沒有 不會有什麼樣的不同教育的自由 他說首都的市長 他的價值應該要跟國家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話 就很難讓台灣跟世界交流 其實所謂的價值 我倒覺得這樣 太想像這樣 把人民的鬍子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如果他把人民的鬍子 他在退後就在討論 因為不可能中央跟地方完全不願 所以就是 因為昨天賴慶子他在講的時候 是提到有關大陸的問題 所以你覺得你的態度跟中央方便 其實還是一樣 其實如果能夠把人民的鬍子 把民生 其實我還要把那個 那個理性的鬍子 那個民生第一 就掛到那個市政的 開會的地方 民生第一 其實還是一樣 把人民的鬍子當作最重要的事情 才思考的 其實跟中央地方沒有 不會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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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